孩子们爱吃烧麦 我每次都多做一些黄冰箱里 上锅蒸一蒸就可以当早餐了 油热以后倒入肉丁 快速的欢炒 煸炒出油脂 然后倒入腊肠丁炒香 接着加入青豆 玉米粒 胡萝卜丁 香菇碎 欢炒欢炒 炒至食材断生 然后倒入提前蒸好的糯米饭 调味就加入生抽 老抽 蚝油 五香粉 鸡精 盐 把糯米饭和蔬菜融入到一块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吃了 关火盛到盆里放凉 拿两张饺子皮 捏出一圈花边 将糯米饭团成一个圆球 用饺子皮包起来 用扶口慢慢收拢 像一个小花瓶的形状 摆到灯笼里面 水开即时 升上8-10分钟 关火后直接打开锅盖 以后想吃烧麦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皮筋道 馅料软糯好吃 口感也很丰富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用空气炸锅做的蛋挞 很多朋友说底部软软的 今天给您分享一个方法 帮您解决底部软软的问题 我家三个孩子都爱吃蛋挞 尤其是刚烤出来的 热乎乎的 特别好吃 所以在家备了一些这样的半成品 懒得搭配的姐妹 可以用这个蛋挞液 蛋挞皮一箱有30个 不用提前解冻 倒入蛋挞液8分满 放入空气炸锅 170度 先烤10分钟 先底部不够酥脆的 可以换个面 再烤5分钟 这样就不用担心蛋挞皮不熟了 家里有空气炸锅的 别闲置了 赶紧试试吧 再烤5分钟